不孝子吴强多年亏待老母亲,养了八年的猫都看不过去,待他尽孝,亲自动手磨豆浆给老母亲喝。 欢迎收看三老爷鬼师会系列之夜半推磨声上。 这是我小时候在姥姥那儿听来的一个故事。 在他们村有一户姓吴的人家,家里只有吴强两口子和一个瞎眼的老娘。 可是,小两口和老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很好。 因为媳妇跟老母亲合不来,吴强拗不过自己泼辣的媳妇,只能让老母亲独自住在厢房里。 你把那碗给你妈送过去吧。 嗯,就这一点馒头咸菜嘛,是不是太少了点了?咱这不是还有菜吗? 有口饭吃饿不死就不错了,你那老娘什么用都没有,还养着她已经很不错了,她都没嫌饭少,你有啥好嘀咕的? 哎,我这就去送。 每到吃饭的时候,吴强的媳妇都是自己做了好吃的和吴强吃完,最后拿点剩菜让吴强给老母亲送去。 而对于老母亲每顿只能吃些剩饭剩菜,吴强心里觉得歉意,可又怕媳妇骂她,也就没敢再说什么。 有一天,当吴强给老母亲送完饭,回到饭桌上,媳妇一如既往地抱怨着,吴强吞吐吐地跟媳妇说了一件事。 那个媳妇儿,老太太前几天说想点喝豆浆。 啥?喝豆浆?谁有功夫给她磨豆浆啊?我每天操吃这个家,累死累活的,你那老娘多大岁数了,该死不死的,还想着要喝豆浆,喝水不解渴吗? 哎,不喝了不喝了。 当天夜里,睡到半夜的时候,吴强的媳妇隐约听到院子里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,像是有人在院子里推动石墨,磨豆子,就赶紧叫醒了熟睡中的吴强。 哎,吴强你醒醒,你听听外面啥声音? 咦,这是石墨的声音,有人在磨豆子? 难道是你老娘想喝豆浆了,所以自己去磨了? 不能啊,老娘眼睛不好,腿脚也不利索,那怎么能起来磨豆子呢?我看看是不是禁贼了? 吴强掀开窗帘往外看去,出乎意料的是,院子里空空荡荡的,什么也没有,院门也灌得好好的。 是不是听错了啊? 行了行了,快睡吧,明天还得下地呢。 到了第二天,吴强又如往常去给老母亲送饭,他把饭放在窗台上,转身便想离开。 强强啊。 晚上不用给娘送豆浆了,你白天下地干活那么累,晚上多休息休息,娘不用你担心。 吴强无比惊异,他下意识觉得老母亲是老糊涂了,把想象里的事当成了现实,也没在意,就回自己屋中。 在饭桌上,吴强和媳妇说起此事,媳妇却显得心神不宁。 今天给矮娘送饭的时候,他说让我晚上别给他送豆浆了。 啥?你啥时候给他磨的豆浆? 我哪也给他磨过,估计是他搞错了。 不对,昨天晚上他会不会和我一样听见磨豆子的声音啊? 你今晚别睡了,夜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吴强不敢违背他媳妇的命令,到了夜里,就真的没睡。 搬了把椅子守在窗边,一直挨到了夜里十一点多。 果然,深夜以后,他听到了房子外面有推动石墨的声音。 吴强轻轻地撩起窗帘的一角,偷偷往院子里放石墨的地方瞧。 只见一个身形奇怪的黑影正在推动石墨,磨着豆子。 因为地处墙壁之下,上面又有棚顶遮着月光,根本看不清黑影的面目。 那黑影磨完豆子又转身走进了厨房。 很快,厨房亮起了火光,看起来那黑影是在用厨房的灶台熬豆浆。 果不其然,没一会儿功夫,那个黑影就捧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豆浆出来了。 吴强轻手轻脚地出了屋,跟在黑影身后, 看到黑影将豆浆端到了吴强老母亲居住的厢房,然后放在了门口的地上。 就这一句话,听得吴强含毛直竖。 因为那黑影的声音竟和他的一模一样。 吴强惊吓之余,抄起一根木棍冲了出去,冲着黑影大喊一声。 别动,你是谁? 那黑影也吓得毛一回头。 吴强看清了那人的长相,那竟是一张长得像猫一样毛茸茸的脸。 就在吴强错愕愣神之际,那猫脸人移动身上的墙头一跃而下不见了。